往庐山瀑布 其实这首诗啊 在最近的短视频里头 我还刷着一条 哇就是拍摄出来的 这首诗的原貌的样子 很漂亮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日照香炉生紫烟 日照意思就是告诉你 太阳照在 不是山东的日照啊 香炉是香炉风的意思 太阳照在香炉风上 生紫烟 产生了 生出了紫色的烟气 你会发现 为啥是紫色的呢 明明是白色的 我经常看到都是白雾鸟鸟啊 但是我要告诉你 因为太阳照射的原因 这是一方面啊 因为太阳照射的原因 产生了光的折射 所以它显得 好像是紫色的样子 还有一个说法 因为啊 李白修道 孩子们都知道 道家人物的代表 那就是老子了 诚说老子骑青牛过 函谷关的时候 迎喜 首将迎喜 远远的就看见了 一团紫气慢慢的过来 这就是紫气东来的传说 那紫气对于道家来讲 这就是祥瑞之兆啊 所以它要深紫烟 这是两个不同的说法 接下来 遥看瘟噶 这一句最好的一个字就是挂字 生动而生动而生动而活泼啊 远远的看到了瀑布 好像是挂在山崖上一样 一个挂字就把这瀑布 它的水流之湍急 水势之大写了出来 你看前一段时间总是下暴雨 因此庐山的瀑布真的就水势变大 还被网友们拍到 它仿佛挂在前川 下面是什么 下面是一圈白色的烟雾 哇太漂亮了 当时啊 网友们还评价 这只是在李白诗中看到的风景 原来竟是真的 对啊 飞流之下三千尺 这是一句非常典型的夸张 卢山瀑布顶多也就几百米 是不是 但是它写出了 飞流之下三千尺 飞流写出了水势之湍急 三千尺写出了 整个的瀑布的长度高度 一是银河落九天 哇 觉得好像是我怀疑这是 银河从九天上落了下来 这也是道家的一个说法 天有九重 九天是天最高的一层了 所以你看 它觉得这是从天上来的 这就是李白的一个特点 它经常觉得黄河是哪来的 天上来的 均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 所以你会发现 李白的诗歌充满了夸张和想象 写了庐山瀑布 赞扬了庐山瀑布 水势之极 赞扬了庐山瀑布的美 读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